這個節目並沒有提供的贊助 學費吧 全部都可以很省 不要吃飯 會死掉 大家好 我們是 加本搜索 沒錯 今天是什麼系列 今天是 日本留學系列 今年第一次拍我就是整個很不... 很...很...很不順利 怎麼會這樣 太久沒拍有一個多年代沒拍 好 那我們今天的主題是什麼 今天主題是窮遊留學靠譜嗎 對 窮遊留學 什麼是窮遊 就是... 窮遊很多啊 不管是留學 然後自助旅行 對 什麼然後 人家都住五星大飯店 你就住叫農民館 還不錯啊 沒關係 因為五星飯店住你為什麼不住呢 小隻女孩 你為什麼不想住五星飯店我就問 為什麼 貴啊 貴 那不貴我會幫你出錢嗎 可以喔 那就對了 懂嗎 為什麼會有一些同學 他們可能看了一些YouTube 好... 或網路上的人說 可以窮遊留學喔 那我們今天就要解釋 到底可不可以窮遊留學 你覺得有可能嗎 我覺得有機會啦 有機會 有機會為什麼 但是我覺得是有條件的 譬如什麼 譬如說 成績優異 對啊 獎學金 獎學金 底就是不用 我們現在先分兩塊獎 第一塊叫做什麼 實際花費 實際花費 你可能要學費啊 什麼的 實際花費的部分 第二個是簽證方面 因為我們專門做什麼 就簽證 其實看起來我們是個大門 我們就是一群座簽證 沒錯 只是這個 因為我們做的東西很多 那有沒有可能真的花很少 有可能 有可能什麼 你覺得 我們以幾個方向來說 學校的費用 生活的費用 生活費用 租房子的費用 租房子的費用 這三個 哪個可以比較省 學費吧 全部都可以很省 你不要吃飯啊 會死掉 學費可以省嗎 學費可以 實際上有沒有可能 有可能 是不是有一些什麼 比如說什麼號稱什麼 北海道的某個語言學校 號稱不用錢 對 它是不是真的 是真的 可是它真的很想像 你相信我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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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 只有八百多人 好少 非常少 少到那邊 你要打工 是每一地方打的 而且北海道不是很多城市 都已經破產 還什麼的嗎 你自己想想啊 所以 它有好有壞 為什麼要找你們去 就是你們去消費 對 肥的部分 還有什麼 是省不了的 課本的費用 對 課本的費用 可能它要收 可能它不收 這個就不一定 還有什麼 學校還會什麼 費用 校外教學 對 校外教學或者是什麼 那種 升學課程 啊 它如果你另外要上 它可能還要額外收錢 對 所以 學費可不可以省 理論上是有可能的 但很多嗎 很多 我覺得幾乎沒有吧 對 像我們現在辦的 每一間語言學校 是不是全部都有講學金 沒錯 相信我 百分之百 我都可以湊十萬塊給你 沒錯 幾乎可以啊 不是有一些什麼 N2N1來報名 送你五萬塊 對對對 對 然後有時候我們忘記 嗯 學校跟我們講 誒對 誒那你五萬塊退了 嗯 可是就退給你們 我不拿那個錢 嗯 所以是不是每個學校都會有 對 他怎麼考日減給一萬之類的 就考上N萬 考上N2給獎學金 那不就報名費嗎 對 哈哈哈 還有什麼呢 嗯 這一些獎學金是有的 學校自己發的 嗯 所以可不可以省 可以 我們剛才講的是語言學生嘛 嗯 那交換學生可以省錢嗎 交換學生可以啊 但是有的是那種全部不用錢 嗯有的 因為台灣不是有那個什麼 那個叫什麼 學海還是什麼 哦什麼學海計畫 什麼學海移出 習租 習租 習租之類的那一種 他那一種每個學校 可能就是一兩個女兒 嗯 我就恭喜大家 考上一個東西嗎 對 因為他大部分還是自費為主 就有分那一種 你要付日本學費或台灣學費的 可以省 對 就是這種 還有什麼你知道嗎 就學費可以便宜一點 便宜一點 對 跟獎學金也無關 也無關 也無關 好 為什麼有一些學費可以便宜一些呢 如果你成績很好 有一些原學校是不收錢的 我們不是有幾家市 好 可是那個東西前提就是你 前期要足夠的優秀跟足夠的好 哦 是有條件的 就那個文件送出去就是東大了 啊 對 那學校就乾脆買你這個 買人頭 對 連教都不用教 買這個榜單 所以買這個榜單 所以 是不是有可能 是有可能的 但是不用去幻想說 呃 我有沒有機會 嗯 這一件事情不是不行 而是你可以試試看 嗯 不過真的啦那個交換學生是真的不用錢 哦 對對對 第二個 住宿費有可能是什麼 也是有的 看住什麼 看住什麼嘛 因為有一些交換學生是要住宿費 嗯 然後原學校更不用講 那一定是要住宿費 嗯 我剛才講的嘛 就是他那個學費雖然不用錢 但他要住宿費啊 嗯 他住宿費 奇葩貴 怪死你 我覺得他那個比東京還貴 我不可思議耶 我覺得加錢太可怕 他就說什麼 我們這很便宜喔 只要幾萬塊日幣 可是他水店也是 所以交起來跟東京不是一樣的 對啊 東京 不要幻想東京啦 因為東京是最近大特價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嗯 就最近大特價 對 大家有一個認知 東西是沒有CP值的 嗯 你便宜 有便宜的東西 嗯 但是他不會跟貴的東西是一樣的 真的 他可能是 東京有沒有兩萬塊的房子 應該有吧 我上次不是有給你看嗎 那個鬼屋嗎 不是鬼屋 他沒有貴耶 他有貴還兩萬塊太便宜了啦 有貴我 有貴我欠10萬塊日幣租下來 好可怕 租下來說 你騙人這沒有鬼啊 哈哈哈哈 那鬼有沒有可愛 嗯 那兩萬塊新宿喔 新宿歌舞祭丁喔 或者是新宿大酒保喔 有沒有兩萬元 有的 那個小到我都不知道 那個好像是個倉庫吧 好可怕喔 就很小沒廁所 哦 那廁所公有的 有沒有這種 也是有啦 大阪有沒有一個月的飯店 3萬多的 也是有的 你不敢住 我覺得你好可怕 我有那個東西 但我不想推給你 但你有興趣 沒有人留起來 沒有人留起來 一個月三萬耶 你不要 這一個月三萬耶 那空間很小嗎 小就算你有沒有看過棺材 大概兩個棺材 棺材 就兩個單元蟲就算了 他沒有射廁 他射廁的空就沒有了 好可怕喔 然後你會想說 啊那不就是青年旅館嗎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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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太天真了 哈哈哈 這真的很爛 好可怕 所以東西是可以省的 住宿也可以省 也有機會省 但是他就一定有很巨大的缺點 你要可以承受那個巨大的缺點 第三個生活費呢 天天吃便利商店 好我就問 比如說很鄉下的便利商店 跟市區價錢一樣嗎 一樣的 他頂多就是偶爾特價一些 但是不會很便宜 還是一樣 對 就是你拉麵該多少錢 他其實都差不多錢 然後千萬不要有一個幻想說 鄉下比較便宜 沒有鄉下真的比較貴 因為為什麼 因為那邊只有那麼一家店 你不吃就算了 就只有那個可以吃 可是你在東京到晚 你試試看 到時候 這邊送 這邊吃拉麵 送煎餃 隔壁不送你試試 我送飯 各種送啊 對 競爭激烈 競爭激烈 不可以打起來才會滾 可是如果他鄉下就沒有怎麼競爭 所以為什麼鄉下住公司都很貴 對 因為沒有人會去投資那麼鄉下的地方 嗯 就類似這樣 所以 學費 住宿 還有 生活費 住宿 這個水電瓦是有可能便宜的 所以不可能 有可能退價 不可能 就是我覺得你可以覺得你可以去窮遊 但是你要相信我 他那邊之所以不要錢 他一定有其他目的 嗯 他有可能 那麼真的那麼好不用錢嗎 不可能 他用其他地方 我們自己的學校是是 每年都會有一個銀額是不用錢的 對 是真的不用錢喔 可是問題是我也只有這麼一個銀額 而且也有條件 對有條件嘛 而且只有一個銀額 嗯 對想要知道我們 什麼不用錢的 留一留起來 留一留起來 就是那種直接尿 研究所文件交出來 沒錯 一交就是可以上的 我就跟你買這個銀額 然後再來就是 欸你就說那生活費我可以省 其他有可不可以省 可以啊 簽證的部分可以省嗎 簽證就不行了 簽證是不是有一個東西叫做 銀行存款證 沒錯 跟大家說基本多少起跳 基本大概70以上 70以上嗎 我們一般來說 我們抓一個保險值 就是300萬日幣 嗯 你基本大概70幾萬 對 那重點來啦 你那個東西 繳不出來就是沒有 就是沒有 所以你有沒有發現網路上 或一些YouTuber 一直在強調他有多窮友 嗯 可是他忘記了 那個簽證 是你爸爸媽媽辦給你 對 或你家人辦給你的 你沒繳出那張文件 你是真的去不了 真的 所以不要有幻想說 欸那個你到家都說很便宜 對 是有便宜的 有出乎你意料想像 我們有日文課完全不用錢 也是有 但是不發簽證 沒錯 對啊 就是有沒有那種日文 日文 就是那種交日文的地方 有 到處到市區有沒有 有的 但有沒有發簽證 沒有的 我們以前弄那個 打風度假不是都會送大家那個免費 其實也沒有多免費 就是幫你報名而已 沒錯 所以 你要分兩塊來看 你可以很省 可是你文件可能會做不出來 嗯 所以不用想說 欸 網路上說那個很便宜啊 所以我可以去 嗯 對你要注意一下 你簽證做得出來 嗯 就類似這個情況 沒錯 所以 窮有留學有可能嗎 有的 可是它的前提是什麼 它有條件 就是 簽證的部分 簽證 你簽證的部分 還是要審出來 沒錯 所以同學們 不要再拿網路上來問我了 我跟你講的 真的非常實在 嗯 好啦 同學們可以想一下說 如果你的預算不足 你要先想一想 你要去日本做什麼 嗯 那 你只是想要省錢 的話 並不是一個好現象 因為 相信我你在國外 尤其是日本是 我們大概平均 兩倍左右的消費的水準 嗯 你要去思考一下 你有沒有經濟負擔這些 嗯 因為我們太多看 都太多 獅竹少女了 獅竹少女 什麼是獅竹少女 什麼意思 好 算了沒關係啦 哈哈 什麼 獅竹少女 好啦 我們今天講的是 重遊留學靠譜嗎 反正很靠譜 但是就是 你得拿出 你可以不吃不喝 你也可以省學費 但是你那個 簽證可能會做不出來 真的 好啦 每次結束都要跟大家說什麼 請大家訂閱 按讚小鈴鐺 訂閱按讚小鈴鐺 最後跟大家說什麼 大家掰掰 掰掰 別整天想著省錢 你要想著去賺錢 掰掰